诶 想了个点子 我们就是老污名 那明天我们问他们一些问题 都问了什么问题 如果关于多重宇宙的概念的话 你觉得李写成会不会认可 因为他曾经说过 铁领是宇宙的镜头 对吧 宇宙的镜头就是铁领 那现在是学领吧 对 所以我们可以问一个 关于物理学的终极问题 因为他如果说铁领是宇宙的镜头 说明他只站在一个宇宙论里面 是单一宇宙的 这个思想还是窄了一点 其实从科学现在讲这个话以后 旋理论多重宇宙 直接问他铁领到学领之间 有多少个宇宙 误了 预判一下李雪芹的表情 我觉得他们应该都是这样吗 迷茫地看下周围 对 我觉得哥一个人就可以把六个人 整想了 想了吧哥 要保持不爽的态度 哥 对吗 戏场要到位 问的时候就要 对 对 对 我们有没有数据语言啊 帮我们记录一下 我来记录 我来记录 问他们谁做饭最好吃 给我们做饭 你赶快 我叫 我们需要一个厨子 我们需要一个厨子 对 需要张纸 厨的 因为我们是先进到这个房子的 那我们就是这个房子的老污民了 其实你们这些原来的老污民才是新污民 气势汹汹 准备给他们下来 因为老污民毕竟老油条 而且老经验 对吗 他掌握了一些陶宝屋 可能的露息 不不不不 可能有一些 好的习惯或者不好的习惯 或者 any anything 街面里已备好 新旧汇流的地方 似乎总会有漩涡涌动 男生我感谢你 污民们准备好迎接 明天的到来了吗 怎么感觉明天他们来我们是老污民 他们是新污民 超想看到新污民现在过得好怕 明天他们能和我们玩吗 明天要决斗 早啊 一会儿他们进来就说 欢迎新污民加入 对 等我意思吧 我们已经住一天了 他们第一次来住 他们不会真的不要脸 那我们要戴着墨镜 然后我们就这样隔游躺 那个门口拖鞋自己换 那个冰箱里有饮料啥的 自己拿 牛奶啥 谁会干活去厨房把丸给洗了吧 来都来了 总得干点啥吧 来了没带礼物啊 空手来了 桃花壁全部放在那里 然后把那个行路带出去溜一圈再过来 门口的血少一下 楼上那个招奸你们随便住 等会儿我们放那个古惑仔的音乐 来吧 试一下 大家情绪饱和一点 饱和一点 来看吧 哪个设施啊 哪个设施啊 这儿呢 辣姐来了 来吧 哎呦 这又是啥撞到啊 哎呦我辣姐呀 哎呦我天 感觉你像个大城市 个外头开歌厅 玩过年回家 咱能上山路两个多小时呢 不知道咋样 不用怕 我们这个东风本田HRV都市爬山虎 动力拉满 雪地也嘎嘎得劲 肯定快人一步 一会儿就带你去感受一下 雪山上的风 嗖嗖的 哎呀 听起来就带劲啊 你看它这造型整的也特别的带劲 挺有想法 挺有追求 走走走啊 咱们现在就上车感受一下 这都市爬山虎 哇我感觉你就是个爬山虎 走 这都市走 爬吧 我们晚上爬吧 来吧 还没发现 咋的这手套 是怎样的意思 你让我去第三个车 这是雪芹 不是 是这样 我那个 感觉这很多鱼 难受不 摄儿 摄儿 哎呀 爸 是摄儿啊 哎呀 我来了 咱这车装得像吗 装得像 弟弟和孟姐穿还挺发的 一个色系得冒着 走吧 你上吧 你好呀 C夫 你好 哎呀哥这车真舒服 那肯定的呀 既宽敞又暖和 天再冷坐起来就巴适 坐好了您嘞 出发 走喽 哎 你们鞋里面穿那个就是热乎乎的那个垫了吗 还没有啊 没有啊 我穿了给我脚都烫坏了我感觉 你要不先拿出来 嗯 不好吧 不好吧 这车里面挺封闭的 哎 哎我这样我 我这是出于礼貌 不是出于味道 好吧 我也没说啥呀 不好 我可以说不好吧 但你们不能说 撕撕撕 我穿呀 也不知道胜子咋样 看看徐志胜的表现 没有胜子的车就是显得极其安静 真的是 谁给他们过太明智了 看看看看 这回耳朵已经开始疼了 志胜现在演男主角了 哎呀 我跟你说你还认真对待演戏的事 你还别以为你长得跟葛优差别有多大 我们从来不觉得葛优丑啊 真的 你可以的 你现在就是需要结婚 再生个孩子 新无名里边你有认识的吗 没有 一个都不认识 脱离时代啊 你说新无名应该蛮紧张的吧 这几个一个多少时间等着咱们吧 其实跟咱们没关系 主要是等着蛋妈和郭丽老师咱们 不是他们是不是要到了呀 各位无名请注意 现在请乘坐马拉爬里前往会合地点 啊 他们没有闪亮灯场 老无名不会先来这个屋子里面 我们就直接出去了 这么刺激吗 走了出发了 去哪啊 我们要去PK了 对 那是战斗了我们 在长白山上面 挺隆重的 见面 这么 就到了吗 哦 那边你看到没有 一个冰墙 这是干嘛喊话的呀 哇这天哪 隔着一道冰墙 好可怕 这带变身器的意义是什么 让他们不知道我们是谁 这不是能看见吗 不是你这个墙谁还敢放狠话 这看着一清二楚 你这怎么破呀 会吧 其实我们当时不知道会在外面见面 所以我们想了很多 他们进来我们会怎么样 结果我们一拉到外面所有的设想 全部破裂了 我都贴了才刚开始啊朋友 是不是那些人呢 来了来了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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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喂 看见没有 一堵冰墙 这个冰块也太大了 这不是哈尔滨冰镖吗 哎呦妈还有花棚呀 又要我对不起呀 哎呦 他们在墙后头了吗 应该在墙后头了吗 哎呀 互相谁也见不着谁呀这是 喂喂喂 有人吗 你说你说 变声呢 哎呦还变声呢 没错 桃花物社交实验又有新课题了 哈哈 如如天 体验过零距离的坦诚相见 今年不妨各退一步 看看隔着这道墙的距离 哈喽 是不是反而能产生美 哦 这个冰块我知道什么意思了 让我们破冰嘛 所以这放冰块 你们这些天的相处好吗 太好了 你觉得你们能够取代老雾民吗 哈哈哈哈 嘿嘿 不是我们就是老雾民了已经 哦呦 哈哈哈哈 对面的老雾民 意思说一下你的代表作 哎呦哎 哎呦 这个真尖呢 哎呦哎呦 哎呦 我说的 呀哎呦 哎呦 真的调新你了 这个啊 你们说说 你们比老雾民差在哪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八 哈哈哈 哈哈 你是说那你比我们强在哪 你比我们强在哪 哎呦我的目 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妈呀 这挺好啊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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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哎呦AY呦 啊哎呦 哎呦哎呦哎呦 教育他 迪斯败克 强载我们有宋丹丹 你的狠话呢 那个 我们要开始诗难题了 我觉得人哥那第一句 他们就接不住 你凭啥出难题啊你 你有什么权利 教育他 你谁啊 你凭啥出难题啊 哈喽 能听到吗 可以你说 好戏才刚开始 开始了一切 从现在此时此刻此情此景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啊 这个是那谁 袁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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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 从现在此时此刻 袁柯你那个普通话真的 别拿麦了你 你这个普通话太明显了 ok ok I will tell you no problem the first question 我们这边都想教 第一个问题 请听听 哎呀 哈哈哈 李雪琪 李雪琪曾经说过 铁柯是宇宙的尽头 不得不得 挺浮夸呀 ok 现在是雪岭 我也认为雪岭是宇宙的尽头 冲住 姐妹冲住 哇 你们那边有没有正常一点的老师 还是想要换一个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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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问 铁领到雪岭之间 隔了多少个宇宙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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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玩意 哈哈哈 隔多少位啊 enca 3000个 为什么 我随便说一个是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 我绝对 他已经冒出来了 不可以这样 答案是一千零一个 为啥 因为接下来我们的故事 就是一千零一夜的故事 OK 真的很烂 你们换个人说话 你们换个人说话 能看到吗 能不能换一个普通话稍微好点 好了 第二个问题 好 我来 请问 请问 哎呀 我的妈 哎呀 我的妈 谁不 你这是老师 哎呀 我的妈呀 你好 到你了 到我了 你好 你好 请问 经典鲜牛奶的配方是什么 咋来 来上屋了 他没给我对我呀 鲜活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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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克什么 3.8克 今年不升级了 3.8克 鲜活乳蛋白 还有啥来的 7.6克 7.6克 7.6克了 比铜 比平常牛奶多了1.35倍 我们青年冷潮鲜牛奶 在这冰天雪地 能为大家提供更多的鲜活能量 哎呀 来呀 太无聊了 太无聊了 好尬呀 这一趴 好无聊啊 这趴 好垮呀 哎呀 我的妈呀 赶紧主持一下吧 哥哥 问点好问题吧 都说你们这个问题准备得有点垮 问题准备得有点垮 嗯 猜灯迷 猜灯迷 猜猜猜灯迷 听起来就垮 来吧 嗯 桃花屋 四 打三个字 桃花屋四 打三个字 尴尬 太尴尬 好尴尬 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你给个参考 我在想一看有可能是这样的 他 比如桃花屋四 他的答案有可能三个字的话就还没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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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有一点受不了了 我整个人已经碎了现在 啊 我自己都觉得狂 给我们整无语了 我的脚在扣地 我的脚现在也扣住了一个雪人 我要自己玩自己的 来 来 坐在 对 你坐军哥腿了 我坐不到军哥腿 军哥腿短 这不是坐上了 没有 坐上了 快点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好 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是 对面谁是最会做饭的人 最会做饭的人 最会做饭的人 那个最突然那俩傻在 坐上了 坐上了 在那打雪上的 坐上了 下一个问题 汪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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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们哥哥的位置来下 汪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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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 650 还是什么 60 这是什么 他们做的一个电台 最年的那个交水是60 那是520 那是502 那是205 502 502 502 好 今年的560 560 他说560 560 560是啥呀 6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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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开回报我也要找到他是谁 来点好问题吧 要是都这种水平的话 只能进加更晚了 你们现在这些问题的力度 这样 这 我们现在紧急插一个问题哈 请问 国立老师 干妈的生日是几号 呦 问住了 张国立 这个可以啊 这个问题 张国立 这个问题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 鼻号鼻号 鼻鼻鼻 鼻鼻鼻 啊 鼻鼻鼻 国立老师 信号不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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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国立老师 快点 她妈的生日在我心里呢 呦 哪一天 哈哈哈哈 我哪知道啊她的生日 那我知道你的九月十七 报红 九月十七龙龙 报红 你是不是九月十七 你要不说吧还好点 报红 我怎么会九月十七呢 彻底暴露你这俩素量不期感 上强度了 请问问孟子义 请问问孟子义 前三期桃花屋一个有多少嘉宾 四十七个固定嘉宾 五个飞行 你们快好好表现吧 不然明年你们就得飞行了 还得是孟姐 还得是孟姐 我只是觉得去年的新务民 没有你们这么垮 我只是觉得去年的新务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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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想想折 现在怎么办 救救节目 第三季口碑已经够差了 第四季还要更差吗 太让人尴尬了 又尴尬又辛苦的感觉 但是想得好好的 结果后来 是让我们去世外破冰了 就是原有的计划都打破了 来聊聊挑战的事情 挑战抛三个洞梨 看谁先落地 你赢了就这个 对我来 三二一开始 开始 来吧开始了 落地了 这就见面了 这墙白整了 三个洞梨就见面了 我可以套圈 ok 这个非常好 我们练一下吧 我不用脸 我很厉害 搞厉害了 呼拉圈 呼拉圈挑战来吧 呼拉圈我行 谁跟他们呼拉一阵子 不是呼拉圈 是套圈 啥呀 套圈报应 那这辣姐再把衣服穿上吧 挺尴尬的 谁呀 普通话亮亮 来吧 回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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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旋表 哎呀哎呀回来了 套着你了大姐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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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套啥呢 我们在套什么呀 我就不明白 这个 结束了这趴 大的结束了这趴 我这样挑战说唱 我如果说唱歌呢 都没话整死了 整整整整 好你们下一个无聊的游戏是 各种语言的rap 谁敢挑战 英语 中文 德语 来吧 show me what you got yeah is gina g let's go what you got smart money betting i be better off without you in no time i be forgetting all about you you saying that you know but i really really doubt you amazing i'm saying my life is easy when i ain't around you man can be my dad man can be my dad manman make dad to one but the dad poker but the man yes all right 这是我们妮丽 manage dad this is yeah 北京OG 还有什么语种 还有什么语种 今天厉害了我们单来一个捷克语rap 不来一个日语的吧 日语的吧 日语也行 日语也行 来 こんにちは Hatachi 早 你这是日语短语教学 这两句够了 这短短两三个词组就已经足够你们去学习了 来了啊我们就上大舟了啊 Gina G 欢迎来到LV电台 对你说的情况我都是数年来 一起走过现在还有未来 It's destiny since our first time 啊 帅 不错 咱们来一个 来一个 弟弟来个正式的吧 freestyle一下的干 我给你拜咖啡 那个我觉得新巫鸣挑战我们老巫鸣真的很搞笑 搞笑 在我看来你们这个技巧真的很老套 老套 我们赶紧结束这一趴 最好趁早 结束完一起回桃花屋洗澡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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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趴让这个环境冷上加冷 心也很冷 受不了了 真正的心寒不是大吵大闹 真的 桃花屋尴尬多样性的诞生地 跳球 跳球 还不如尴尬九分钟 对 我们现在确实也尴尬了差不多九分钟了 尴尬差不多了 我都觉得尴尬不要说你们了 是吧 哎呀 给爸都尬住了 爸都脚趾扣地了 他出没于社交的不同时间 不同地点 不同人群 行踪不定更无法避免 大家习惯就好 好棒耶 你们创造了这一季的尴尬九分钟了 这样我们已经认输了我们 我们认输了破冰吧我们 行行行破吧 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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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一定程度上算是破冰了 因为就是大家一起把这个尴尬的城墙推倒了 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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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好 还这么好 大家一起聊天是吧 对 很随意 你好 我叫任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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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前这一幕像不像网友奔现 你好 弟弟 不见面嘎嘎能聊 好人见面 见了面嘎嘎沉默 冰墙破了 心强可没那么容易倒 不如见一面 你好 原来刚刚是丹麦在唱 我以为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在唱 句话是震言 她现在不是年轻漂亮的姑娘吗 对啊 现在也是 不会 我想死 不会 不会 找样了 我只觉得物理上的冰墙倒了 就是你真正的破冰没有那么快 新无名跟老的无名的对比还是挺强烈的 你就会看到老无名比较自在 您那么自如的一个人 我啊 设孔了吗 我不设孔啊 我问他 你 你都第四季了 我问你 妹妹还行吗 适应这节目呀 适应 然后新无名虽然他们可能也聚在一起 提前大家彼此认识了 但是我觉得对于桃花物 然后对于他们彼此也还是陌生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不是一两天就能够解决的 很多事情不是说你先出发就能够先到达 但是在一起经历过尴尬 是破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因为这个太尴尬了 所以后边很难会比这个尴尬 破冰是一种希望嘛 用这个破冰的隐喻 对吧 我们也很努力的 在实践这个破冰的 这个